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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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厨师的最高境界就是爽 身为一个厨师 能够全心全意的做菜 就是一件最爽的事情 正所谓心无杂念就是爽 这就是厨师的最高境界 赶快刚刚师傅连一滴汗都没有流 我浑身都是汗 可是师傅 爽 只有一下子 爽啊可以高潮跌起 还有什么职业比做厨师更爽的 师傅太有哲理了 那以后呢 以后我们该怎么办 很简单啊 待会大家收拾东西 然后各自回家 回家吃自己哦 不 养精蓄锐 准备东山再起 这个月餐厅欠你们的薪水 师傅会给你们 等到我再开餐厅 我会把你们都找回来 为了证明我的厨艺 就算天塌下来 我也要开餐厅 赶紧找人把这张桌子抬走 金牌他们今天又要搬回来 金牌的餐厅又到了 这小子 干脆改行 跟我开寄定车好了 他就是太善良了 你从小看他长大的 又不是不知道 让他受点教训也好 还好 还有可以刷卡的搬家公司 要搬房东 还得亲自帮我们搬家呢 你有什么事吗 我 我没事啊 你呢 我 你问我有什么事做什么 你有事可以告诉我啊 为什么 我应该有事情要告诉你嘛 妈 你认识他啊 你不认识啊 那你问这么多干嘛 请问你是 你是不是想把我妈 我妈已经有老公了 我是新来的管理员 我叫小莫 我想做访客登记 我们是这里的住户 有没有搞错 我们回家还要登记 之前管理员说 如果有访客来 然后你一直问 住户就会觉得你多管闲事 那如果你又不闻不问 住户就会觉得你好像闲着没事 所以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事了 好 女孩是这个样子的 我是住在八楼的金太太 金奶奶呢是我婆婆 我们搬出去半年 现在搬回来了 对了 我先在后面 马上就回来 好 没事了吧 没事 金太太 赵鱼搬回来了 对了 我久不见 你怎么知道我们要搬回来 整个下午 金奶奶家 在搬家工人兢兢兢兢兢 不是你们还会有谁 好 搬回来好 这栋大楼没有你们 感觉有一点点孤单 谢谢 我们改天聊 好 有空聊天 才半年就要搬回来了 我就说他们会不下去了吧 秦先生 你终于回来了 要帮忙吗 林太太 要帮忙 不用 林太太不好意思 待会可能会有一些垃圾 要麻烦你了 垃圾 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 好 谢谢 那改天聊 好 没问题 没问题 新来的管理员 好 小心 小心 搬回来就算了 垃圾还要我把它处理 这 怎么办 家里重新装潢了 好漂亮 奶奶 这样花很多钱对不对 还好 妈 又回来打扰您了 还好吧 多撕双筷子而已 妈 你在说什么 是我们回来以后 奶奶才不会寂寞 对啊 奶奶 我们每次在外面坐的都好不习惯哦 嗯 奶奶 我好想你哦 奶奶 我也好想你哦 奶奶 有奶奶在真好 是啊 有妈在好安心哦 好了好了 房间一直都空着呢 你们的房间来了好多的行李 你们的房间我倒是已经换好了床单了 妈 谢谢你 你真的好贴心哦 难怪我都离不开你 我去整理东西了 去吧 奶奶 那我们也先去整理房间哦 小学去 嗯 嗯 姐姐 把心地板 嗯 小心点 别把心地板弄坏了 好 知道了 妈 那我 你去帮嘉丽吧 你去帮嘉丽吧 O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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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!